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729集消失的起居狼 王首府眉头微皱 你去吏部暗毒库做什么 查一个人 许清安吹了口茶目 边喝茶边悠悠说道 放心吧 不会闹出什么幺蛾子 首府大人无需担心 王首府点点头 暗毒库里能闹出什么幺蛾子呢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烧卷宗 但这样对许清安没有好处 他只是好奇许清安想做什么 我在查案 许清安说道 查案 他已经没有关身 还有什么案子要查 王首府眼里闪过好奇和诧异 沉吟片刻淡淡说道 老夫能听一听 当然 说起来这件事还和首府大人有关 许清安微笑 王首府一愣 原本松弛的坐姿悄然变得鼻挺 脸色略显严肃 似乎进入异式状态 然后他看见许清安的袖子里 划出一封密信 掌心轻轻一脱 密信飘落在他面前 怀着困惑的心情 王首府展开信件阅读 他先是一愣 继而眉头紧皱 似乎回忆着什么 最后只剩迷茫 王首府把信件放在桌上 望着许清安 老夫不记得了 果然啊 许清安沉吟道 那信中的苏航 首府大人有印象吗 老夫对此人 同样没有印象 王首府摇头 说完眉头紧锁 有个几秒 然后看向许清安 语气里透着郑重 许公子 你查的是什么案子 这密信上的内容 是否属实 他并不记得 当年与曹国公 有过这样的合作 对信件的内容 保持怀疑 许清安想了想 于心里权衡之后 决定稍稍地 透露一些机密 汉首道 信件的内容 准确无误 至于收府大人 为何会遗忘 是因为此事涉及到术室 被屏蔽了天机 所以相关人员才会失去记忆 涉及术室 抹去了天机 王首府脸色微扁 他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身子微微前清 许公子可否说得再清楚一些 当即 许清安把苏航就案说了一遍 只说自己答应一位朋友 替他追查当年父亲 斩首的真相 无意中发现了 曹国公的密信 从那个被抹去的自己 以及过往的经验判断 此案背后牵扯甚大 以至于需要高品术士出手 抹去天机 王首府听完 王椅子依靠久久未雨 司天剑有能力遮掩天机的 只有见证 王首府捏了捏眉心 像是在询问 又像是在自问 见证这么做的目的何在 我怎么知道 这不是在查吗 许清安摇头 老夫给你一份手术 你可以凭此出入力部 以后需要帮忙的地方 但说无妨 王首府凝视着许清安 不过 老夫有个条件 如果许公子能查出真相 希望能告知 我也会暗中查一查此事 当年朝堂上发生过一件大事 而那件事被屏蔽了天机 我这个涉事人毫无印象 遗忘了此事 能让监政出手屏蔽天机的事 绝对是大事 许清安点点头 礼貌性的道了声谢 送走许清安后 王首府喊来管家 语气平静 许家二郎还在府上 昨日他与王思慕说过 想留许二郎在家中用晚膳 哎 在的 老奴这就喊他过来 管家立刻明白了老爷的意思 躬身退下 恶请 穿着白色常衫 唇红齿白的许二郎 跨入门槛 不卑不亢的座衣 收府大人 王首府正提笔 在铺开的宣纸上写字 没有抬头 二郎的志向是什么 这声二郎叫得自然而然 丝毫不显尴尬 嗯 没等到答复的王首府抬头 发现雪二郎直勾勾的盯着自己 盯着自己 王首府嘴角一抽 好知详 他放下笔 看着纸上的字 笑道 如果不是你大哥仗义出手 老夫恐怕得致事了 在官场上 最重要的是要懂得进退 不管你全数如何高明 党余有多少 坐在龙椅上的那一位 能一言绝你生死 前首府能安度晚年 只因为他吸取了前人的教训 前首府 那个只知贪污银两 双赢陛下的败脸 许新年新说 王首府继续说道 两百年前争国本 白鹿书院从此退出朝堂 成盛在书院立碑 写了仗义死结报君恩 这些都是在向后世 怎么管 徐二郎坐一道 学生明白了 他保读史书 很容易就能理解王首府的话 历朝历代全臣数不胜数 但如果皇帝要动他 即使手握权力再大 最好的下场也是智势 王首府忽然感慨一声 以大哥的为人品性 让人佩服 但他不适合朝堂 莫要学他 大哥近日来 常常向我请教 我何须学他 徐二郎有些骄傲的 抬了抬下吧 学生知道 王首府点点头 晚上留下来吃饭吧 历部 暗毒苦 易荣城许新年的许钦安 在立元的帮助下 搬出远景十年 新科进士的名单 出乎意料的是 远景十年的状元 竟然是首府王真文 榜眼叫吕安 探花则是一片空白 没有署名 找到他了 许钦安盯着空白处 许久未雨 那位被抹去名字的 起居郎 是远景十年的 叹花 一甲进士 他到底是谁 为何会被评仪天机 此人到底是死是活 既然入朝为官 那就不可能是 初代监政了 只能是当代监政做的 可监政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有名字的起居郎 和苏航又有什么关系 苏航的名字 没被抹去 这说明他不是那位起居郎 但绝对有所关联 根据手头已有的线索 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假设 当年朝堂上有一个党派 苏航是这个党的核心成员之一 而那位被抹去名字的起居郎 很可能是党派魁首 这个党派很强大 遭受了各党的围攻 最后惨淡收场 苏航的下场就是证明 但许清安想不通的是 如果只是寻常的党征 监政又何必抹去那位起居郎的名字 为何要屏蔽天机呢 这里面肯定还有更深的一层隐秘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